哎 前面那个大姐大姐 哎 你跑什么呀 帮我拿着 追我干什么 哎呦 管我呢 帮我拿一下嘛 真的什么摸鸡鸡 你这是干嘛呀 你这个人奇奇怪怪的 哎 你咋偷裤子了 哎呀 你别管了 我今天有个重要的聚会要去参加 你不知道 我家里那个老公啊 特别小气 我要是穿得又好看又显瘦啊 他根本不让我出门呢 你知道吗 这样子啊 对呀 那你老公这个人 我觉得一点格局都没有 怎么这么说嘛 那爱我呀 你结婚了没有 我结婚了呀 我老公很爱我的 还去买奶茶了嘞 不会吧 你老公爱你 会让你穿成这样子出来吗 你看看你 我这样子怎么了 我都170斤了 你肯定不知道 我家里面都没有人穿的衣服嘞 170斤算啥 些大马女装的衣服可好看了呀 哎 说点事啊 刚刚我看你也挺胖的呀 那个肚子比我小不了多少 怎么这个裤子一穿起来 这么显瘦瘦的 这版型好啊 你看我呀都160斤呢 这肚子也不小呢 胯宽腿又粗的 但是穿上它以后呢 这缺点全能遮起来 主要是有弹力很舒服的 哎 能不能商量一下 我去这个商场逛了一圈呢 都没买到合适的 把你这套接下来给我试试呗 那不行 哎呀 这样吧 我这袋子里面正好还有一套 本来拿给我妹穿的 看在你帮我的份上 我先给你试一下吧 我170了能穿吗 能穿啊 你和它现在差不多 赶紧试试吧 那行 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 嗯 好 嘿 你这个裤子真的好穿哎 高腰腰头的 我这么大个肚子给遮起来了 还有弹力 穿着也不累 主要是这个小脚裤的版型啊 把我这个小短腿穿得又长又细的 对呀 赶紧把商业试试 怎么样 你这套衣服裤穿起来还蛮舒服的 贵不贵哦 多少钱在哪买的 不贵 你看啊 点头相亲这个直播间 他们家专门做大马的 裤子啊才几十块钱 一套呢很便宜的 哦 行 谢谢你啊 美女儿 啊 没事送你了啊 哎 那手机送我的